有人焦慮就靠連續劇紓壓 而文化部也是首度補助高畫質電視劇 這次砸了快兩億 補助了五部電視劇 其中一部雨後交揚 今天開拍 故事是以台灣早期的手工製鞋為背景 很有歷史與文化意涵 小心精準的割開鞋底的皮革 這個動作在手工製鞋的步驟裡叫做開鉤 開鉤後再縫線 為了讓皮鞋耐穿又好走 這動作不能少 台灣手工製鞋產業 在五六零年代新生一時 但現在卻已經衰退 回想起以前手工鞋業的盛況 有五十多年製鞋經驗的老師傅 韓莉莉在目 四五十年前 陽明都很厲害 美國人日本人最喜歡穿台灣手工鞋 因為有大彎的祭拜 而且又來穿 義大利的什麼製品牌的大廠 來到台灣看到中華別的手工鞋 看到都會嚇死 看中手工鞋業 在台灣發展脈絡佔一席之地 裡頭也藏著台灣人打拼的好故事 文化部這次砸盡四千五百萬補助經費 希望劇主能拍出優質電視劇 長期的希望是說 他在我們在本土的市場裡頭 他會先佔據住一個地位 那慢慢的那也可以到新加坡去 到大陸去或者是到東北亞去 把觀眾對於我們自己的本土製作的戲劇的那種信心 跟興趣 重新再長回來 殺盡犯賊 開戰 既韓劇熱潮席捲之後 現在大陸劇也來分一杯羹 眼間歪來戲劇成為觀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文化部首度砸大錢補助電視劇 就是希望台灣電視劇能大舉反撲 返回一城 UDN TV 有商話宋文歉 台北報導